天后李文奏事令许多人心痛不已 然李文的外籍老公Bloose 不断被爆出婚内出轨 偷吃的消息让全网气疯 近日根据《金星周刊》报导称 在2022年李文得知罹患乳癌后 Bloose仍在西班牙的极乐指导爽玩 让李文心死在今年初申请离婚 但其实他和李文结婚的这段时间 Bloose仍不断在外偷吃 以至于两人曾在婚内立协议 如果再犯李文可拿到价值月薪台币 6亿元都别说豪宅 不过如今李文事事无法对证 导致Bloose一再改口偷吃了指控 然而大家回想起赔偿的条款 让人不禁怀疑Bloose的动机并不单纯 毕竟6亿豪宅目前也没有任何下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